热点事件立体呈现 第一个热点我们来聚焦打击性侵儿童犯罪 昨天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着重从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 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两个主要方面做了意见规定 在这个意见当中尤其是对侵犯幼女提出了一个零容忍的态度 意见规定对于使用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任何手段 强制的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的 无论是不是明知被害人为幼女都要以强奸罪来论处从众处罚 在此次出台的意见中 对于强奸幼女的定罪标准 以及对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的情况进行了细化 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 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 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 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 从其身体发育状况 言谈举止 衣着特征 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 可能是幼女 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 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且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物 作为区分调述幼女罪与强奸罪的界限 请不吝点赞 认词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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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词炸 О' 车发 认榜